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言千語 我是賴岳謙 金布塞的首相鴻馬內突然間宣布 他們八月份將會立即開工 那也就是這個案子已經定了 他們要開工興建什麽呢 要開工興建緬甸的內陸運河 緬甸的這條運河一百八十公里 他為什麼突然間宣布呢 因為美國的國防部部長奧斯汀 他說在香格里拉峰會結束之後 他就會到緬甸去訪問 他的態度擺得很明白 那也就是要挑撥緬甸跟中國的關係 他想要用新年軍校的校友 也就是學長的身份 然後他認為鴻馬內是在西點軍校讀書 所以跟他同處於一校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再加上鴻馬內過去曾經留學 美國之後在西點軍校畢業之後 也曾經到紐約大學讀碩士 再到英國去接受經濟學的博士學位 所以他的判斷認為鴻馬內應該會很像小馬克斯 在美國接受教育 所以一定會親美 而且由於他們是同一個學校 所以他本身可以產生作用 可以產生影響力 要不就是威脅 要不就是利誘 然後來破壞緬甸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美國的揚謀 可是鴻馬內在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接連出了兩個手 第一個手他宣布他的國內有一條大道 是用中國的國家主席的名字命名的 這已表示他們感恩 謝謝中國的國家主席對於柬埔塞的協助幫忙照顧 所以這是一種非常非常的友好 非常非常的感念的一個舉措 另外一個部分就當時就聽說 要興建內陸運河 而傳說這個內陸運河 又跟雲良基地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樣的一個兩個新聞 兩個動作做出來 今天鴻馬內突然間做出這樣的一個決斷 其實就是先把Austin的門擋住了 這很有趣啊 也值得我們去探索王位 這也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談的一個議題之一 另外一個議題我們是有點哭笑不得 這個哭笑不得最主要的先是來自於韓國 接著是來自於朝鮮 為什麼說先是來自於韓國呢 韓國一直對於朝鮮的境內施方 這種宣傳的空飄氣球 朝鮮不勝其凡 接著在上個月的時候 朝鮮突然間開始對於韓國也施放空飄氣球 而韓國對於朝鮮所做的空飄氣球 裡面是一些宣傳單 可是朝鮮對韓國所做的空飄氣球 卻是有很多的垃圾 還有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糞便 我們把它稱之為糞 從天上來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來看看兩韓之間 到底怎麼樣再繼續走下去 我們來談一個比較開心的事情 美國 日本 印度都做不到 但是中國不但做到了 而且中國走最難的一條路 而且也成功了 它引起西方媒體高度的關注 我們看到很多原本反中恨中仇中的 法國或是德國的一些媒體 它不得不大篇幅的報導 因為這個是一個勝局 這也是一個當今人類第一個國家做到的 那就是中國 我想觀眾朋友都知道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中國成功的在月球的南極著陸了 這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俄國曾經失敗 撞毀了 美國連試都不敢試 而中國成功了 所以現在世界各國的科學家 尤其是歐洲 航空局 以及法國 義大利等相關國家的太空總署 他們都滿懷的期待 期待什麼呢 期待中國把這個月朗的這些數據 延時土壤帶回地球 這個太重要了 所以值得我們今天來跟各位報告 因為這些非常非常難的技術 中國克服也做到了 而在出發前 從中反中的德國的一個官方媒體 有專訪的法國的相關的負責人 他們確實滿懷信心 他們覺得中國是一步一腳印 中國的路線圖是這麼的穩當 這麼的可靠 這麼的有效 而且他們看看中國過去的歷史 他們對於中國的成功 他們抱有最高度的信心 這相對來講美國的不穩定性 相對來講日本的不穩定 那更不用講印度了 所以中國在這個部分裡面 扮演極為重要的 獲得歐美國家他們太空人員 最高度信任的太空創局 中國成功了 現在就是看六月底的時候 把月朗帶回來 這是不得了的一步 接著更嚴肅的話題了 如果菲律賓繼續這麼好戰 中國不會坐視不管 美國看起來要不就是鬆動了 要不就是故弄賢虛 要不就是要搞陰招 但是我們看看在這個月 將是南海最不平靜 最險峻 最值得我們關注的話題了 因為南海這個區域 美國在這個地方上下其手 已經越來越嚴重 在這次香格里拉的峰會中 中國直接就問到小馬克斯 你到底是親美還是親東盟 如果你是東盟的一個成員 理論上講你應該要更考慮 東盟的國家利益 東盟的相關國家利益 跟東盟的區域安全 可是你怎麼卻一直跟著美國 把整個東盟最關注的 整個南海的安全 攪亂成這個樣子呢 如果你繼續這麼的好戰 你想要的飛彈達不到 而且可能會更慘 現在更更嚴肅的問題了 那也就是台獨的問題 董軍在這次香格里拉的峰會中 他做主體的演說 在主體的演說中 因為這是全世界各個國家 尤其是這些比較有實力的國家 他們最關注的一個 國際的軍事會談之一 這只是之一而已 像中國的香山論壇 軍事會談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國際間的平台 那香格里拉峰會 由於是英國人所主辦 藉由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飯店 在新加坡來舉行 那主要是要探討亞太地區的安全的問題 所以通常是著重在亞太地區這個部分 那由於英國主辦 所以英國的這些國際關係協會 他們本身會去邀請一些 域外國家的人 例如說他們就會參加了很多的政治因素 他們把澤林斯基也邀請到裡面來 也就是把俄烏的問題要帶到亞洲來 他們要藉這個機會請澤林斯基 在亞洲來動員亞洲的國家支持他 甚至他們想要在亞洲國家想要動員 然後他們要逼著中國選邊站 但是中國是拒絕選邊的 中國不但維持跟俄羅斯友好的關係 也維持跟烏克蘭友好的關係 但是美國一直要栽贖抹黑 說中國資助俄羅斯的軍工複合體 提供給俄羅斯他們的軍工複合體 所需要的這些生產設備 這簡直是荒謬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報組織 任何一個組織他都很明確地說 中國沒有軍事援助俄羅斯 同樣的中國也沒有軍事援助烏克蘭 所以中國在兩方之間都不去天彩火 那如果美國所說的 軍民兩用的這些七七設備 我們想請教我現在做一個動作 我拿了一個杯子 我喝了一口水 我把杯子放下來 請問我現在是平民百姓 我喝了這口水 假設它是一個礦泉水 我喝了 那我現在是平民百姓 那我如果去參軍了 我也同樣喝了這口水 它是不是就變成軍水了呢 軍用水了呢 那是不是它變成你支柱俄羅斯 或是支柱他們去打仗呢 這個簡直是豈有此理 手機不也是如此嗎 也就是移動手機也好 或是水也好 紡織品不也都是如此嗎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美國的指控在歐洲站不住腳 因為歐洲他們基本上認為軍民兩用 不在限制內 唯一限制的就是軍用品 我想美國想要余目混珠 這個效果不大 但是我們來看看 即使英國別有用心的安排設計各種 而且別有用心的讓這個小馬克斯 在會議中第一天他就讓他先發言 但是真正的壓軸是在中國 也就是中國的國防部長的發言 是在美國的國防部長發言之後 也就是真正的重頭戲就在 怎麼去回應小馬克斯 怎麼去回應這個奧斯汀 所以中國的部長 國防部部長董軍他的發言 才是一個重磅中的重磅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國際的區域的軍事論壇 軍事會議中 來的都是各國的武裝部隊的參謀長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官員 甚至一些部長 那與會的都是軍方的專家 軍方的實際掌握資源的人 所以他們本身能有的軍事參與 決策權跟資源是很雄配的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他們對於整個區域 國際間跟自己國家內的 這些國家安全區域安全 他們是高度的敏感跟關注 各個軍事情報機構 不斷地在進行分析 在這個情形下 董軍中國的國防部部長 就告訴與會的所有的人員 而且不但在這一次的主旨 發表演說中 如此說 更重要的就是 在座談會 面對於與會的各專家 他也是抓住機會 就是如此說 說什麼事呢 說台灣問題 說台獨問題 他強調台灣問題 是中國核心問題中的核心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是沒有退讓的空間跟餘地 因此 面對於台灣的問題 中國絕對 就是武力出竅了 任何國家跟中國的關係 都要建立在跟台灣的關係上 所以只要誰想挑撥 煽動 摻沙子 涉入台灣的問題 中國跟那個國家 是絕對不會散發甘休 也絕對不會成為健康的 友好的關係 這就是擺得很明白了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一次的會議中 韓國嘴巴閉緊緊了 日本嘴巴也閉緊緊了 然後我們也留意到澳大利亞 在這一次嘴巴也閉起來了 印度也沒講話了 那麼歐盟在這個部分裡面 也不講話了 歐盟又派出軍事的高階代表來 在這個部分都不講話了 中國講得很明白 指的就是美國 指的就是相關的 想要參與台灣事務的國家 董軍先把現在的賴清德 跟他的民進黨 他們要推動台獨 講得非常的明白 定義清楚到不行了 也就是賴清德跟民進黨的 這個同夥 他們整個集團 這些集團就是要搞台獨 他們搞台獨 所以他們修改課綱 所以他們在台灣內部打壓 跟他們意見不同的人 他們想方設法的 要把台灣獨立出去 那他就談到了這些台獨的人士 在台灣內部的所作所為 不過我們都知道 台灣的軍力跟大陸的軍力 那不是一個同等級的 這個大家早就知道的客觀事實 那過去有一個荒謬的說法 說什麼兩岸的軍力平衡 往大陸傾斜那是鬼話 因為早就不在同一個量級了 美國有GPS 中國有北斗 而中國的北斗 比美國的GPS更加的強大 歐洲的伽利烈跟中國的北斗不能比 俄國的哥羅納斯跟中國也不能比 所以中國目前的北斗 事實上是超越了美國的GPS 因此在整個通訊鳥干整個戰場中 中國佔有絕對的優勢 中國的造船工業比美國的造船工業更強大兩百多倍 中國的軍艦的造船工業是美國的三倍 中國的新一代戰機的造機量跟潛力實力 那遠遠也超過美國 美國現在正為稀土而困擾 美國的F35它目前面對原來的政策上的錯誤 而開始停產 那麼美國的空軍不太願意接這些新的飛機 因為它的問題很大 F22已經完全把生產線關了 因為它的設計錯誤 所以中國的殲20是可以碾壓F35的 那更何況中國其他的戰機 除了船 飛機 導彈 那在很多方面 中國事實上是在跟美國的 是進行的是一種較量 而不是台灣 更不是台獨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董軍就講得很明白 他也看得很清楚 台灣的問題其實是域外國家 也直接講的就是美國 日本等這些國家 他們在裡面挑撥 在裡面摻沙子 在裡面推動 所以他們在裡面切香腸 他們在裡面去發展 那麼目的在哪裡 也就是說整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目的 就是給中國製造麻煩 給中國製造困擾 不管拉韓國拉日本 鼓勵台獨去挑撥菲律賓 要給柬埔塞施加壓力 去煽動這個緬甸的內戰 甚至要去想辦法去給馬來西亞施加壓力等等 甚至拉著澳大利亞 再把這個英國都拉進來 美國的所作所為完全是針對中國 態勢那麼的清楚 那麼的明白 中國當然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台獨幕後的那隻黑手其實就是美國 那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董軍就同時針對台獨也針對美國說話了 他針對台獨 他就說 對於台獨不是同等量級的武裝力量 那是一個瓦中作別 可是如果對於美國這樣支流的國家 想要挑撥兩岸之間的戰爭 他背後的那個黑手 你只要挑撥進來 你只要射入到裡面來 你必將是粉身碎骨 這句話講得很明白 也就是解放軍 事實上是針對美國在煉軍 是針對美國在建軍 是針對美國在進行中國式的現代化 那我在昨天的千秋論裡面 有跟觀眾朋友講 中美的軍力目前是均衡的 是平衡的 而這個平衡是建立在美國 拉一堆國家才造成平衡 並不是美國一個國家 是就可以跟中國平衡 其實如果美國單一個國家 是完全失衡不平衡的 因為美國弱了 美國在南海在東海不斷的軍演中 已經證明美國弱了 美國打不贏中國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中國可以採用各種 我們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各種方法 我們可以分而自知 我們也可以合縱連橫 但是不管如何 中國現在要打造的是一個 完全的超越 碾壓式的力量的時候 會使更多的國家 它離開美國 不願意再跟美國走在一起 因為太危險了 因為會粉身碎骨 所以中國現在最主要的戰略就是時間 日子一天一天過 中國的軍隊一天一天的強大 那因此對中國來講 就是要政治親民穩定 然後軍隊的建造有序 等到假以時日 中國的整個總盾位超過美國海軍的 空軍的力量超過美國 那陸軍跟火箭軍自不在話下 這樣的情形下 美國怎麼還可能在亞洲呢 美國當然只會撤出 而不會留在亞洲 好 講到這裡 就是我要跟各位報告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菲律賓了 因為奧斯汀在這一次的講話中 一直在強調說 美國在亞洲 在亞太 美軍也永遠不會離開亞太 這句話指的是現在 不會指的是未來 雖然他講的是未來式 說未來永遠美軍不會離開亞太 不過你留在亞太也沒什麼用 因為當整個軍力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未來中國的海軍 不只是在亞太這個地區 不只是在西太平洋 中國的軍力也會進入東太平洋 進入加勒比 進入西太平洋 進入地中海 進入印度洋 中國的海軍空軍 將會在全球都存在 如果你美國 繼續輔助非為 中國會保護全世界 所有發展中的國家 因為中國跟非洲的國家 從北非到南非 從東非到西非 那麼如此的友好 這些發展中國家 過去飽受西方列強的欺禁 未來中國有能力了 有實力了 中國將會主持公道 那在拉丁美洲 加勒比這些國家 過去長期的被美國人欺負 但是未來中國將會為 加勒比地區的國家 拉丁美洲的國家主持公道 那中東地區的國家也是一樣 所以從非洲中東到拉丁美洲到亞洲 中國將會為這些發展中的國家主持公道 他們不但在經濟上會跟中國有更多的密切的合作 會更加的昌盛繁榮 他們在安全上將會獲得更多的保障 中國不會搞小圈圈 不會搞小集團 中國會用聯合國的框架 來把整個世界的秩序重新打造 不會再任由這些西方的列強國家 對於弱小的發展國家的霸凌 因為霸凌不管在校園 在職場 在家庭 甚至在國與國之間 我們都不會允許 中國在國內對於這些霸凌的行為 在校園內的霸凌 家庭的霸凌 社會職場的霸凌 都用法律來規範 那麼也就是會嚴格的限制 打擊這些霸凌的行為 那麼怎麼可能不會在國際上 主持公道來制止這些霸凌的行為呢 好 在這個情境下 我們來看看菲律賓幹了什麼事 小馬克斯一直要拉攏美國 小馬克斯在演說中 對於原本不是屬於他的島嶼 不是屬於他的海域 我們已經多次的強調了 中國在1945年收回整個南海 為南海的各島礁命名 是在於美國的協助下 我們講的不知道多少遍 美歐等相關的 國際上的國家都承認 日本戰敗投降以後 在南海所非法竊取的島嶼 全部歸還我們中國 中國從宋朝明朝 就開始侵略南海 以國際法的先戰原則 中國對於南海的各島嶼 命名的時候 就代表這些島嶼是屬於中國 而這些島嶼所外溢出來的 這些林海匹林區跟經濟海域 當然都屬於中國 這個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而在這個自由航行跟 無害通過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從來沒有意見 所以世界各國的航運 在這個地方走得非常的繁忙 也有效的刺激了促進了全世界的發展 可是美國為了要遏制中國的發展 因為他知道中國快要超過他 所以蘇利文拜登他們把 中美的較量界定在十年內 十年贏了就贏了 輸了他們就沒辦法了 所以他們卯足全力 散動了菲律賓 菲律賓在過去都特爾特不被散動 他堅定如鐵 但是小馬可是他被散動成功了 一個小國 一個國家 對於原本不屬於他的東西 他卻認為 可以依靠一個霸權 一個惡霸 一個惡勢力 然後就可以去搶奪過來 那因此他寄望美國 給他出面撐腰 好讓他去搶 所以他很願意當馬前主 他認為美國最終一定會出手 所以小馬可是就越來越囂張 不但小馬可是囂張 他們的軍人囂張 他們在南海的仁愛礁 的那艘破船上面 對於中國的海警 他們竟然敢舉槍示描 這個是一個充滿的非常挑釁的事情 這種舉槍威脅中國執法人員的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我們沒辦法忍耐這樣的一個 惡行惡霸的惡狀 我們更沒辦法忍耐 美國這樣的一種惡行惡狀 這種壞透了的行為 他一直要把南海搞亂 不管東盟的國家怎麼去勸 菲律賓不可以這樣做 菲律賓很明顯的 不把東盟國家的利益看在眼內 他認為有美國可以依靠 他不在乎所有的一件事情 即使他的經濟越來越糟 即使美國跟日本欺騙菲律賓 最後他們的錢不肯打出來 而且還繼續在懵說快了快了快了 會打會打會打 但是你要繼續給我鬧鬧鬧 所以小馬克斯到香格里拉會議的時候 也在拒詢鬧 他說了這麼一段話 他不點名 他警告中國大陸 而且列出所謂的紅線 他說如果有一個菲律賓人被蓄意殺害 會非常接近我們所定義的戰爭行為 因此在這個時候有與會的代表就問說 如果中國大陸的水炮殺死了一名菲律賓士兵 是否會被視為越過紅線呢 是否會引用美菲共同防禦條列呢 馬克斯他就回答說 在最近的衝突中有菲律賓人受傷 但是尚未有人死亡 一旦我們達到了這一點 那肯定是走上不歸路 這將是一條紅線 他的意思也就是在他的演講中 講了17次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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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直在強調美國可依靠 美國可依靠 美國給我們的承諾 美國一定會站在我們這邊 講了半天 然後又說不管是一個軍人 或是一個平民百姓 只要被殺了 他們一定就是接近戰爭的紅線 可是他還是沒有底氣說 這個就是戰爭 他只說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他不敢說這就是紅線 他不敢說這就是戰爭 接著大家就問歐斯丁了 因為小馬克斯講完了以後 大家馬上去問歐斯丁 希望歐斯丁直接攤牌了 歐斯丁他竟然不明確地表態他的立場 明明有美非的共同防禦條約 明明美國的印太司令說 只要有一位菲律賓人 菲律賓軍人被殺 美國會立刻啟動這個 共同防禦條約 甚至在之前還說 菲律賓的船隻只要被用水泡噴了 立刻啟動這個 美非的軍事防禦條約 小馬克斯不敢啟動 美國也不敢主動 而中國事實上是不在乎 你美國要介入要打 那就請便 中國早就在等這一天了 所以每一次菲律賓 在南海鬧事的時候 中國的海警船在執法 衝啊噴啊噴啊噴 而美國的軍艦都跑得遠遠的 因為中國的軍艦在旁邊 保護護衛著中國的海警船 美國的軍艦就跑遠了 每一次美飛 要在南海有時候拉日本 澳大利亞印度 在南海舉行軍演的時候 中國 南部戰區馬上實施 實彈演練 我們看到 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又躲得遠遠的 因為怕被打到 因為打到的話 那不可收拾了 所以美國其實他們擔心受怕害怕 美國的軍人是當兵是為了錢的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怎麼可能會為了你菲律賓來打仗 所以他們是固步姿態 他們是故弄玄虛 他們是裝槍做事 他們是要裝的 我要打你 我要打你 然後裝得很兇的樣子 讓你害怕 可是你只要不害怕 你的底細足 你就是敢於鬥爭 而且必要的時候 就跟你狠狠地來這麼一下 這樣的情形下 你只要不退去 美國他發現 他的那個虛張聲勢 無效的時候 他就會退了 這就是屢次不爽 中國的解放軍 在美國每一次的挑釁中 就擺明了 你開了射控雷達 我就跟你幹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像說 您看到 美國最後都是溜了 因為美國的這些軍人怕死 怕得要死 當兵是為了錢啊 不是為了理念 不是為了使命 不是為了保家衛國 不是為了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怎麼會不怕死呢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邏輯跟角度 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 Austin他就不正面回答了 Austin被問到這問題的時候 他說我不願意揣測 沒有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不認為 中美現在立刻會爆發 戰爭或是軍事上的衝突 我也不覺得未來 中美一定會開打 但是他又說 我們對菲律賓的這個 同盟的條約 是堅若磐石 牢不可破 是嗎 那就來試看看 我才不相信 美國真的敢試 坦白說 試了也無妨 讓美國的軍隊 連夜門的胡塞組織 都敢用無人機去攻打了 何況中國的導彈 是超高音速的 無人機都讓美國 嚇出一身冷汗 中國的超高音速的導彈 你美國能夠承受得了 沒有人會相信 美國的軍人自己也知道 怎麼能夠在南海跟解放軍 來這麼一場較量 所以小馬克斯如果繼續這麼好戰 中國會懷疑顏色 我相信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六月中旬 中國開始執法的時候 您看看 美國會怎麼要菲律賓 怎麼鬧 當小丑的鬧 但是絕對 不敢逾越中國的法律這條線 逾越中國的法律這條線 一旦被逮捕 被遣送回中國 美國拘押的時候 看看你菲律賓 小馬克斯 在國內會面臨什麼問題 看看你美國 在東盟 你會面臨什麼問題 所以要保留你的虛偽的顏面 最好的方法 是勸小馬克斯 夠了 鬧夠了 再鬧的話 那你就當心了